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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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是無其不用 社會上又藏有多少古怪秘辛 大家好 今天又來到了我們社會事件的單元 在這個單元裡我將化身為特索記者 為你們網羅社會上各種稀奇古怪的案件 從案件中看見人性發覺真相 在前幾集的影片中 我們與大家分享了幾個國內外的重大社會案件 而這些案件中的兇手呢 都受到了刑法嚴厲的制裁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這些被大家認為犯下重大案件的兇手 竟然是被冤枉的時候 那又會是什麼樣的光景呢 今天就要來帶大家一起探討一件 可以說是台灣最受到矚目的冤案之一 也就是蘇建和劉炳狼集裝林勳三名死刑犯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發生在1991年的3月21日 在當年的台北縣系指證 發生的吳明翰葉盈蘭夫婦名案 當天早上清晨7點 看似平凡的一天 吳明翰葉盈蘭夫婦年僅7歲的長女 發現她的父母沒有一如往常 起床幫忙準備早餐送子女上學 於是呢就走到父母的房間打算叫父母起床 當她想要打開房門的時候 發現房門繁鎖沒有辦法打開 於是她透過門縫想要查看房內的狀況 沒想到竟然看到房間內的牆上地上都布滿了血跡 景象非常駭人 經過鄰居幫忙打開房間之後 發現吳明翰夫婦早已氣絕多時 其中葉盈蘭身重42刀 吳明翰身重37刀 被砍得刀刀劍骨 面容全毀慘不忍睹 現場宛如人間煉獄 由於犯案手段實在太過殘忍 震驚了整個社會 檢調立即展開調查 檢察官從廚房菜刀和菜刀上殘留的毛髮 以及吳明翰的心血袋上留有血指紋的證據 耗費大量的人力比對 輾轉查到居然就是住在吳明翰住家對面的現役軍人 王文肖設有重鞋 果然經過指紋比對 王文肖確實就是留在吳明翰家中寫指紋的主人 到此為止按鍵看似順利鋪案 沒想到驚人的發展 從這裡才要開始展開 一開始 王文肖接受軍事檢察官第一次訓問的時候 公稱他因為積欠電網獨寨 為了還債 於是就從吳明翰家中的四樓頂樓家蓋 進入房間內部想要竊取金錢 沒想到卻因此吵醒了吳明翰 王文肖驚慌之下隨即以廚房菜刀 凱向吳明翰跟葉銀男二人 直到兩人倒在血泊之中 隨後王文肖又在吳明翰的房間裡找到了6000元 之後立刻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在王文肖第一次的公司裡 從頭到尾都只有說自己一個人犯案 並沒有提到有其他的共犯存在 但是由於警方認為吳明翰夫婦深重的傷口 多達79道 這樣的傷勢不太可能只有王文肖一人犯案 於是在警方第二次偵訊時 王文肖改口說出 他從小並未同住的弟弟王文忠也有參與 而且他是負責把風的工作 另外還有不知名的黑點黑仔等人 也是一起參與犯案 於是警方很快就逮捕了王文忠 王文忠則供出了蘇建和留餅狼機 莊凌薰三人都有犯案 於是三人很快就被警方逮捕 警方調查之後所建構起來的犯罪事實經過為 王文肖等五名共犯在前一天晚上一起在遊樂場玩樂 一直到凌晨的時候 因為缺錢的關係 王文肖便提議要到住家對面的吳明翰家中偷竊 於是就由王文忠在外把風 其餘的四個人就進到屋內 先在客廳搜索財物 卻沒有任何結果 於是四個人又進入了吳明翰夫妻的房內 由王文肖跟蘇建和手持菜刀 開山刀押住了吳明翰 莊凌薰則押住葉銀欄 留餅狼搜刮財物到手6000元 而犯案之後四人還輪流性侵受害人 並且將夫婦二人殺人滅口 警方更在非法搜索的情況下 在莊凌薰房間的衣櫈夾層板中取出了硬幣24塊錢 指稱這24塊錢就是從吳明翰夫婦身上所取得的賬款 在1992年1月 王文肖接受軍閥判決死刑定驗 執行槍決 台北地方法院也在該月判決蘇建和劉秉郎跟莊凌薰三人 各被判處兩個死刑 並恥奪公權終身 而王文忠呢 則是以截夥竊道未遂的罪名 判刑兩年八個月 這個案件暫停之下就是一起泯面人性的重大社會案件 因為手段極其凶殘而被判決死刑 但是為什麼蘇建和劉秉郎以及莊凌薰三名死刑犯的故事 會在社會上造成那麼大的討論呢? 原來這一切的背後 竟然是一連串警方為求破案不擇手段 檢察官知道內情卻不作為 以及法官僅以公犯的自白當成證據 輕易定罪的情況下造成了三名無辜的年輕人 以死刑犯的身份在牢裡度過了11年的慘案 蘇建和的三人在1995年的2月4日死刑定驗 但是呢因為這個案子實在存在太多的瑕疵 立任的法務部長沒有人敢執行死刑 當時的檢察總長陳寒也前後共提起三次的非常上訴 列舉了24項重大疑點 但是最後都被最高法院駁回 這個案件的疑點在於王文孝第一次訊問 是由軍事檢察官崔濟正訊問 當時王文孝公稱 案件就是他一個人做的 並沒有其他共犯存在 但是當王文孝被移到戲職分局訊問時 卻突然來了個180度大轉彎 改稱有共犯的存在 但這個共犯到底是誰 也是說辭前後矛盾 一下子說有弟弟王文中 黑臉黑仔跟謝管輝等四人 後來又說謝管輝沒有參與 是另外一個綽號叫做長角的人 到了後來才又改口說長角就是蘇建合 但是並沒有說到劉炳朗跟莊林巡二人 是在他的弟弟王文中被警方逮捕之後 才由王文中的口中 供出劉炳朗及莊林巡二人 但是這樣的說辭真的有可信度嗎 王文孝曾經向檢方表示 他是招到警察的心求 因為警察不相信這個案件是王文孝一個人做的 於是用盡各種凌虐的說法 逼迫他說出其他共犯 並且還威脅如果他不說出來 就要讓他們的母親也要涉入案件之中 王文孝在懼怕之下才改口說還有其他的共犯 然而因為王文孝很快就被執行槍決了 再加上他的訊問筆錄和其他第一手的證據 也遭到警方刻意的隱瞞或湮滅 在無法重建事實的情況下 他被刑求後的公辭 就一直被法官當成定罪的證據 但是另外一名關鍵證人王文中 卻曾多次的出面正式指控 他確實是因為遭到警方的刑求 不得已之下才會說出蘇建合等三人有犯案 並且他說他曾經目睹蘇建合莊黎勳遭到刑求的情況 而警方刑求的手法還包括了 甩巴掌 電話部電胸口用鐵錘敲打 脫光衣服坐在大拼塊上面吹電風扇 用毛巾捂住口鼻再灌水灌尿 甚至是灌辣椒水 以電擊棒電擊下體 拿打火機燒下巴等等 王文中說其實這個案件從頭到尾 都是王文孝一個人做的 蘇建合三人跟他都是在刑求之下 為不實的自白 但是這些刑求過後漏洞百出的說辭 卻被法官跟檢察官全盤接受 當成判決三人死刑的唯一證據 對 就是唯一證據 因為除了這些自白之外 就再也沒有其他證據 可以證明三個人有犯案了 然而檢察官以及法官 卻對這些自白的內容深信不疑 三人之一的劉秉郎曾經表示 他曾經在偵訊的時候 趁機向檢察官含冤 說出他被警方刑求的經過 沒想到檢察官竟然說 我知道你被刑求 但並不表示你沒有作案 而在檢察官偵訊完畢後 警察又因為誤爽劉秉郎告狀 又狠狠地將他修理了一頓 而當他到了法院 向法官訴說刑求的經過時 法院也沒有好好調查 就這樣案件一再提起非常上訴 再審 看似好像可以還三人的清白了 最後卻還是得到了死刑判決的結果 一直到了2007年 法院允許旅美劍事專家李昌玉博士 為這個案件作證 李昌玉博士從現場的資料 提出了18點心事證 從死者身上的傷口看來 有可能只有太到一種凶器 而且無法排除只有一人犯案的可能性 而且呢 葉盈蘭根本就沒有被性侵的跡象 然而呢 卻未被法院疏塞 仍然判決三任死刑 2008年 李昌玉博士再次受到法院 註託進行犯罪現場重建 並且認為 從現場血跡噴賤的方式來看 如果是多人行凶 血跡噴賤的方式一定會受到阻礙 但現場看起來並沒有這樣的機制 另外呢 案發現場的浴室 除了被害人跟家屬的毛髮以外 並沒有其他三人的痕跡 以外法院多是認為 這是因為蘇建和等三人犯案史 有清理現場所導致的 但是李昌玉博士卻認為 現場浴室並沒有多人在裡面清洗的痕跡 垃圾桶內遺物看起來也不多 房間內看起來也沒有經過刷洗清理 因此現場不太可能有被清理過 而且房間內空間狹小 也不可能同時容納四人行凶 所以他根據血跡分佈的情況 警方所發現的唯一血指紋以及血腳印 以及犯案現場重建之下 認定本案極有可能只有王文校一人所為 於是在2010年台灣高等法院 再跟二審終於改判被告三人無罪 之後檢方雖然再次提起上訴 但是在2012年本案再跟三審 高等法院仍然判決被告蘇建和等三人無罪定言 到此為止法院才終於還了三人清白 此時距離三人被逮捕入罪的時候 已經是20年過去了 諷刺的是涉及行求的警察 在經過檢察官偵查之後 通通獲得了不起訴處分 對這起怨案不用負起任何的責任 除了行求以外 這個案子在審理期間也發生過許多 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現象 例如陳審法官曾經問被告 你們沒做 人家怎麼會說你們有做 他跟你有仇嗎 法官在案件中是否維持公正性 以及是否未審先判的態度 也引起了極大的爭議 於是案件也對台灣的司法改革 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包括現在大家耳熟能想的 無罪退訂原則 在2003年才正式在刑事訴訟法中明文化 以及法官在審判中的角色 應該要立於中立地位 而非代替檢察官的工作 尋找定罪證據等等 也都是後來因為這個案子 而經過改革的 然而我相信有很多的網友 應該也抱持著同樣的態度 認為如果蘇建和等三人 真的沒有犯案 為什麼王文孝要咬他們呢 其實蘇建和、劉秉朗與王文中 三人都是從小到大的同學 感情不錯 因為王文中要入伍了 所以在前一天晚上 三人相約小聚 又剛好碰上王文孝從軍中回來度假 所以當天王文中也邀王文孝一起參加 沒想到王文孝提早離去之後 為了偷錢還債 就在對面的吳家幹下了滔天大案 王文孝一開始所供出的人當中 根本就沒有蘇建和、劉秉朗等人的名字 只有不知道到底是誰的黑點、黑仔等綽號 是王文中被逮捕之後 在警方行求之下 才說出了當晚一起出友的蘇建和和劉秉朗 至於當天連人都沒有出現的莊麟勳 也被拉進了這起冤案中 浪費了20年的青春 有人說 王文孝在被死刑處決之前 都公稱蘇建和三人有犯案 他的證詞應該是可行的 但是反過來想 如果你曾經多次被淋虐行求 只要說出不合警方意見的話 就會遭到嚴厲的報復 再加上之前所說這個案子 只有你一個人犯案的事實 從頭到尾都沒有人願意相信 那麼你會怎麼做呢? 也有人會認為 所謂無罪推定 不自證己罪的原則 都是在保護做壞事的人 犯罪的人就應該要速審速決 不值得擁有這些權利 但是卻沒有想到 其實在刑事訴訟法上 所設計的種種嚴格程序 那些警方詢問時要連續錄影錄音 被告可以委任律師 陪同偵訊等等 都是要避免下一個冤案的發生 大家總以為自己不會那麼倒楣 這些冤案只會出現在社會新聞上面 不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蘇建合的人 只是前一晚跟完文中出去吃飯 就被剝奪了20年的青春 如果是你 你願意當那個被冤枉的人嗎? 我是寅政律師 我們下一集見 Cat就是Creators at Taiwan 是為台灣新媒體創造者打造的全新平台 想多了解Cat的話 馬上去下載Hummy Video App 進入Cat網紅館囉 進入Cat網紅館囉